你好 欢迎收看12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选举过后 基层选政人员在12月25号要上任 卓西乡长吕碧玄他当一天和尚敲尖钟 率领各科室主管下乡办理六个场次的行动办公室服务 今天是来到了古丰村 乡长吕碧玄他展示执政成果 也对地方支持表达感恩 以诗歌做开场祝福后 卓西乡行动办公室服务也正式展开 乡长吕碧玄率领各科室主管 说明相争厌恶的工作进度 乡长吕玄的工程 主藏式的一个屋顶 那目前已经发包了 工作的担务 整个农冠系统 吸水池不敢软线的维修 协企过完年也就可以申请奖协金 所以很多这样子的教育的补助 在这边也做一个多方面的努力 配合文件站的各项的一个申请 就是像是友善空间的改善 不论是基础建设还是农产业推广 亦或者是社福文教的推动 也都展现工作成果 与会的乡亲民众也提出意见 共同讨论 非常感谢乡公所的各科室 帮我们社区 做了很好的一个党土墙 都非常漂亮 但是我想说 可能再进一步的加强 就是造景的部分 可是我们看到的 乡门有做过工程 你看就知道了 太多那么多切丝 其实不是乡公所的问题 即将在25号卸任交棒的乡长吕碧贤 首开先例的行动办公室服务 八年来成效卓著也令乡亲民众肯定 吕碧贤借此展现执政成果的同时 对地方乡亲的支持也表达感恩 时间很快 一任四年 然后又再连任四年 我们所做的这个长城计划 几乎都是在地方也陆陆续续都完成 但是有一些延续性的 大概都要交给下一半 接着任内最后一次办理行动办公室服务 乡长吕碧贤规划了六个场次 今天开抵南端的古风村 包括了部落头目 地方代表也都与会 现场座无虚席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